SENI CADIAN 我直到 Olmao 這個時間是我們原來就在安排 其實我們要邀請成功這門會 來這邊彆道分享他們及了門會的力量 然後同時做這個校園的餐廳、立餐、立銷的工作 那因為第一個是路途是要來講非常療癒 然後第二個是他們會議題都在忙、在促銷 然後即便我們一直說你們做得很好 那還是就是說考量最後還是沒有上完 那我覺得這個經驗其實是以農會的角度來做 我覺得其實是蠻適合的 那我想說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一想公正農會的一個經驗 那我為什麼...那我之前做一個報導 介紹的是偏鄉學校200公里 或者200公里的午餐條件 那為什麼講200公里 是因為在我們都會的區域 我們會覺得那個營養午餐的人很理所當然 然後就是覺得說怎麼就是時代這麼長 那可是在台灣可能很偏遠的地方 他們可能是連營養午餐都沒有 這沒有可能不只是說小朋友也許家裡很窮的服務企業 那可能還包括說所謂的這個送餐的服務沒有到那個類型 那為什麼...就是說這個成功鎮這個地方 還有包括長濱還有東河 它其實是在...大家知道台東的地形是非常狹長的 那台東比較緩滑的地方 台東市其實是比較接近南邊 那它北邊這些是靠海沿海和鄉鎮的 那所以其實在交通或路途上 甚至因為它靠海 所以東邊那個東北激風很強的時候 其實它的那個作物 股業生產條件是非常不好 那所以以往他們的那個... 午餐的...營養午餐的小菜 都是要從那個...車...菜商跑去那個台東市 那我大概用那個Google的地圖算了一下 如果...它是從成功市的中心到台東 大概五十幾公里 那它還回大概有一百公里 那其實這個物流的成分對它來講是非常的沉重 那後來...因為這個台東他們改採這個聯盟招標之後 那北邊像自己的鄉鎮市 就是我剛舉的像... 呃...牆壁啊...成功 還有包括風格 其實那個... 呃...它那個學校第一個是... 規模都非常的小 然後第二個就是都非常的分散 可能... 校跟校之間距離就是十幾二十公里 然後第三個 如果它所有的食材都要到台東市去採購 然後再回來送 其實...它大概...呃...那個... 物流的成分會非常高 然後大概需要...呃...大概這樣大概會... 大概就要花兩百多公里以上 那所以那時候他們扮演了招標的時候 其實...呃...民間的業者是...呃... 呃...不願意去投標的 因為他們怎麼算...呃...他們... 縣府給他們的那個營養午餐 一餐一天大概是三十七塊錢 那其實對...對那業者來講 還有...呃...這麼多的學校 大概有十八個學校 然後...而且... 你們都要早上同時 因為學校就可能九點以前都要送到 那所以其實那個成本對他們來講是... 非常的大 所以...都...都...就... 油標了好幾次 那...那你油標怎麼辦 難道這個...鄉間的小孩 都...就是不能...就不要死嗎 那所以...呃...那個時候成功在 end會 他就看到這樣的情況 他覺得說 他有幾個考量 第一個是說 這些學生其實很多都是他們農會成員的那個子弟 然後如果沒有人去照顧他的話 那其實他們的小孩要吃什麼 那第二個是那個 這個職業公正農會的總幹事 他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經驗是說 他有一次早上去成員 然後經過他們附近我的部落的小學 剛好看到那個菜商開了發財車 一堆就是菜啊 豬油 然後就丟在那個小門口就走了 然後那時候是那個夏天 大熱天的 那其實你看那個食材是這樣子處理 那個肉都沒有保鮮 然後直接就太陽這樣曝曬 其實那個品質 運輸的品質其實非常好 所以他看到這樣的景象後來 然後再加上說那個就是他們幾次的游標 那所以他覺得說 那我就他們決定用農會的力量 即便是給本哈仙把哈仙接下來 那他有幾個就是說 碰碰成的一個方式 那一個是說 因為農會其實在台北部會區農會的力量不是那麼大 就是在鄉間 包括像阿仙農會的信用部 其實是收回過學校的那個存款和公司 然後包括農民 其實跟農會的互動關係也是非常的密切 然後所以 他們就是 管控成的方式就是說 他用農會超市的這個採購的體系 就是去 就是說結合這個飲料午餐的食材採購 去等於有一個8個人的包 把這個平均的成本降落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在蔬菜的部分 他就用地產抵銷的方式 因為如果 蔬菜他如果都是到台東市的 一把市場 運進去 大概跟他地產抵銷的成本來相比 大概會貴兩成左右 那所以他就找 農會 農會有一些那個 老農嘛 他會 就跟他們談七座的工作 然後就是說 你們以前那個 有些修 大部分都是你修跟補助 就是說 老農在江下的生活 給我兩期修跟補助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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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 然後現在老農今天一個月變七千 然後 土地要不要中 那其實 過得還 就是不中 然後還蠻愜意的這樣子 那可是 現在要 就是說 公印這個 那個 校園五餐的這個 蔬菜 那所以農會就跟他們去談 說 我就會跟你談七座 那 那他們這樣子 算了一下 如果 年輕人參加七座 叫老農一個月 大概可以給他 賺兩萬塊 就是 當然這個還沒有扣掉 一些的成分 但是 你的收入一個月是有兩萬塊的 那你再加那個 老農今天一個月的期間 那其實對他 來講那個 在鄉下這邊的生活 其實是算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農會有一個好處是說 因為 他可以做計畫生產 因為他們跟這些學校簽了 那個合約 裡面有規定說 你每天供應的菜質不能相同 那所以 那農會 就可以跟這些 大組成的產校班 那目前他 組了大概 因為這樣子 他組了三個產校班 大概平均一個 半大二十五個 所以他總共是十五個班 那他就去協調說 一個產校班 大家什麼時間 種什麼菜 然後去用輪作的方式 那 這樣的一個計畫生產 可以讓他拿到說 就是 他每天 不會去講到同樣 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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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所以這樣 再來就是說 其實這個 與間接照顧到一個 老同的經濟 就農村的經濟 那 其實對 就是說 當地一些很貧窮的那個 孩子 其實是 因為等於他的 主 阿公阿嬤 因為這樣子可以種菜 然後 其實他的 一些生活收入 大概也可以 獲得一些改善 那這個就是 他們 就是說 做地產 同時做這個 營養午餐 跟地產移銷的部分 那農物還有一個好處是說 因為 他掌握了就是 計畫生產的部分 所以那個 就是 檢驗的部分 其實他也不是在做 而且他是可以從頭 從魚源後生產 就開始做完控 那 比如說 他們的菜 目前是還沒有做到 那個 有機貨 大概 比如就是說 那個 安全這一塊 那 但是他可以 比如說 藉由這個 資材的管控 就是告訴農民說 還有教育 輔導教育 會廣教育 就跟農民說 應該就是朝向那個 安全的重疾的方式 那從圓農就做管控 那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他上市之前 他們也會去田間做那個 就是 生核檢測 那他是 他是用那個生化體驗 很大的檢測 那就是 確保說 他到他的那個 廚房裡面 就是 這些菜是安全的 那這個是 這一段是屬於那個 農業生產的部分 那 他們這邊 比較特別的是說 呃 這些學校 都是小規模 然後人數也不多 所以每個學校 都要設廚房 然後 但是他們的廚工 是 農會 農會區 就是 陳籃 就等於說 農會在陳籃 他們 這個區域的 這個校園午餐裡面 他要負擔的是 除了那個 食材的費用 還有包括 物流的費用 還有這個 除工的費用 那除工的薪資啊 包括還有什麼保險 這些 全部其實都要 在這三四七塊裡面去採用 所以 對他來講 那些 成本其實 負擔是 滿大的 所以他真正 裡面三十七塊 我們用在做食材的 採購的部分 大概是二十萬左右 那 所以這個東西 或許可能需要 去檢討一下 是說 嗯 就是這個 可能校園的廚房 包括他的人原設備 這個 是不是應該 是歸 就是說 教育這個單位 你需要 去把它承接起來 而不是說 你去 把這些成本 全部擠壓到那邊的廠商 那今天 農會可能還算 比較有重視 他的招牌 跟心理 因為 這個 那邊 成功鎮農會 那個工銷部署 有跟我講說 他們做這個校園午餐 其實是 除了別人 或是說 勉強到現在大 你不賠金 就算了 可是他們怕說 萬一出市集 其實是會把他們 整個農會的招牌 炸下去 就是說 農會超市的招牌 也可以進去 那其實對他們來講 那個風險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換另外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因為農會 就是 你有重視你的招牌 所以你對於你的食材的掌控 其實你會更有行 那 那這一次 就是早上消防會他們 就是九一月分去做 抉審 大概六個縣市的 那個抽樣調查 那 台東縣這個部分是 難得就是 沒有出問題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也許 就是思考說 對啊 那個 因為我們在講那個 市場自由經濟 那可是事實上 就經濟有時候 我們可能照顧不到 那個 要偏鄉落實 或者是說 呃 就是說 就是說 一般的那種 大家會知道說 一般的環善 如果今天 變出來之家的東西 有問題 他可能會 他可能會在外面 找他人家一起 你知道嗎 可是 農會其實 他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做 那 如果 一個比較重視那個品牌 信用 這個 同時做這個 農業的生產 還有這個 呃 午餐的供應 其實 某種程度來講 其實是可以達到一種 雙重磅關的效果 對 然後 所以 為什麼後來會 想去說 雖然成功是一個 很偏遠的地方 他的經驗也未必 適合 就是大白的 都會區的這種 那為什麼 就是農會 其實台灣 還有 就是都會區以外 其實是有非常多 這種 跟這樣想像的 那為什麼 就是說 在地的農業 沒有 就是農會其實 某種程度 是可以 一個力量去 同時再做這個 就是農業 重新恢復農業生產 提供一個 安全的食材 那在教育這個部分 其實他也可以 辦一些角色 因為 你們會來做那個 有推廣 有推廣的部分 然後用實踐 我也有加增 其實你應該可以 就是跟這個 那教育大會其實 你對農業會了解 但是其實你可以找很多的資源 去整合 去結合 不是說自己悶著頭 或者是說 就完全對於這個 就是農業 就是非常 或是食物 就是非常那個 價格性的這種 檔向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所以 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 一展馬來之前 也有想要邀請一些 躺扇的業者 但是現在因為 都在風頭上 那其實 我們找到一個 比較 就是有心 他只是單純做 食材工業 他不做那個 躺扇的路 想說其他的 好來談 因為他是比較 新北市 比較大規模 他工業大概 有七萬多個學生 一個業者 但是他 他說 他 要做生意 他還講一些 對我最同業 所以 那 所以我想說 那成功 也是一個 代表的農會的體系 他同時 做這兩個 其實他應該也有 帶來一起 但是很開心 今天 沒有辦法跟大家 比較仔細的分析 那其實 他們對那個 裡面三十七塊的 裡面到底 有哪些名堂 其實都會 成本都會算得很清楚 就是說 那即便現在 他們 他 還是用這個 工業 工業的股份 大概十六塊十七塊 那 就是說 他現在是說 他們 沒有 他第一年 他是很年前 開始做這個 計畫 那第一個月 他就賠十萬 然後第一年 也是賠得很長 然後過了好幾年 就是說 他有一些設備的投資 像 比如說物聯 他就是用那個 水馬車 他會這樣 他為了要短時間 能夠送完 十八處學校 然後他大概 用了三部的廠車 同時去跑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在早上九點以前 把所有的那些菜 送進去 所以他 對於這些成分 就是說 碰碰會非常的精準 所以他做到這樣子 現在才勉強打拼 那 他們這個例子成功之後 台東市南邊的 大概十二所學校 也是台東縣會去承接 他們的營養午餐 那 聽說也是賠得很慘 那為什麼會賠得很慘 其實 大家也知道 就是說你很多的 包括食材的成分 或者食物園成分 這些 其實 在一個營養午餐 價這麼低的狀況之下 都 都被忽略掉 那其實 這些其實都應該 要 可能 就是包括教育 或者是 農業大 應該要往事去思考 這樣子的問題 對 那 那 以上報告的方式 謝謝 好 也是 其實 如果 這個 Use 是不是 我們 知道 semua opinions 的